一大團水蒸氣往上竄 還伴隨陣陣噪音 像是下雨聲 又像是鹹酥雞的油炸聲 聽起來十分驚人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數百公尺外 也能清楚聽到巨響 6號凌晨12點20分左右 中游高雄臨員場 泄壓時的噪音太大 把附近居民都吵起床 甚至有人以為爆炸了 很吵那種聲音 我以為是爆什麼東西爆炸了 那種聲音太誇張了 被吵醒了 非常大聲 應該沒有到半個小時吧 聲音持續了20分鐘左右 才漸漸趨緩 原來這是中游的蒸氣管線 偵測到壓力異常 安全罰跳脫後 泄壓產生的噪音 而團團煙霧 雖然是無色無味的水蒸氣 但中游公司未議規定排放 因此環保局也將開罰 違反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二十四條之規定 將依規定處分劃環 十萬到兩千萬元 蒸氣跟噪音 當然沒有什麼安全上的疑慮 不過因為噪音 影響區們 事業部感到相當的抱歉 彈開紀錄看 今年中游林原廠 已經被開罰多次 一月四月和六月都各一次 三月也被開罰兩次 八月六號是第六度開罰 前幾次的裁罰金超過數百萬 中游林原廠又再度出包 這下又得繳納罰款 TVBS新聞 林一邦 徐宇敦高雄報導 TVBS大運動家 運動迷一起競技的電台 馬上下載 跟中華隊一起All Win